端午廉价出游 点开线上订房平台 看到花莲市区五星饭店 一间涨到六千七 比同月最低多出三千 在搜寻附近一家小型民宿 六月最低下沙一千七 廉价却一次涨了四千三 比五星饭店还多 平台的话还是由饭店提供给他的价格 OTA平台显示价格 是在饭店定价基础上各自做促销 同一间房不同日期会有价差 是因为旅宿业才浮动价格机制 遇到廉价大型活动 房间越抢手越贵 但却有民宿动辄飙到破万 甚至一天之内点涨三次 他其实最早是在航空公司 那航空公司常常会面临一个 很大的库存的挑战 就是我这班飞机飞出去 一百个空位没卖出去 就完全赚不了钱 而且他那个空位是有成本的 你好 请问有预定房间吗 简单来说 饭店房间只要当天没卖出去 就是亏本 不像衣服等其他商品 没卖完可以改天再卖 为了把亏损降到最低 饭店定价有两大策略 每年设定目标平均房价 观日前引发争议的阿里山新开幕酒店 因为在风景区属于度假型饭店 具有周末廉价涌入人潮 今年端午就比平日多出3500 这是因为相较于都市型饭店 能赚的机会少 条幅得高才亏得少 随着定房平台比价网出现 房价资讯及时又透明 要抓住市场 浮动就得更加活泼 像是大型集团就有营收管理团队 每天做市场分析 价格预测 至于是否改价 除了看订单情形 还有竞争对手 他们那个Red Shop的意思就是说 我几乎可能每一天 或一天两次 我去看一下竞争者怎么定价 所以大家考虑到 其他竞争者也把房价调的时候 他可能也会把房价往上 不过有业者透露 连锁饭店要经营品牌 加上有固定客群 通常不会每天调价 以专案来看 消费者需要提前三到七天订房 价格也就三到七天调整一次 反观小型旅宿 就可能出现一日三世的情况 甚至有不肖业者 为了捞一笔坐地起价 那消费者权益该如何保障 这些房价部分 需要报主管机关来一个备查 售价超过这个报备房价这部分 我们可以依照 发展观众条例的55条的规范 去做一个限期改善 或者是罚新来币一到五万元 超过定价才开罚 但若一开始故意把报备数字抬高 未来坐地起价就管不着 且不论涨幅次数 只要在定价内都没有违法 尽管观光局表示 有不合理定价会进一步查核 但我们实际上台湾旅宿网查一查 同样是台北西门町商旅 有的定价2700到2900 有的直接飙到12000 落差超大 业者坦言这标准难以界定 像现在很多民宿也卖到一两万块 那你要怎么去省 这种东西除非它有这么多的人力 可以一间一间去看 还有现在有一泊二十 一泊三十 它把餐都加在里面 饭店民宿浮动定价 国际皆是如此 台湾法规难以约束自由市场机制 消费者只能勤劳上网 多多比价 参考评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